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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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大屏幕这 现在我们发现了 非法踩沙 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 有几个沙包 那个地方是非法的吗 对对对 这条河流它属于界河 界河它的分界线 就是在这条河流的中心线 如果我大量的边面在踩沙 沿边边边踩沙的话 可能会引起这个河水改道 那么边界的中心线就会改变 尽管边方团驻地离界河很远 但是由于中面界河沿线 都已经实现了视频监控 24小时都有战备值班 所以界河一侧 有人正在挖沙的情况 被看待一清二楚 现在你所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战色 已经到了我们的渡口 看到非法踩沙的人员 进行欠阻 这个渡口是边防三连的 管控区域 他们会如何制止 这起非法踩沙的行为呢 官兵们又是怎样 在边防最前眼执勤的 经过团领导的批准 我们走边关设置组 开始向界河出发 从团部乘车 一路向国界线行驶 一个小时后 我们才被跟团干事告知 界河不容了 现在我们马上就到了 不知道前方正在巡逻的战士们 正在执行什么任务 他们是怎么执行任务的 我们一起看看 尽管我们乘坐的是边防团的军车 但突然蓝车的战士 还是把我们吓了一跳 三连连长宋明学 快速赶来 才化解了眼前的尴尬 而简单的急剧询问后 我们才了解到了 当时的情况进展 前方就是中免剑和南卡江 可能就有20米左右 由于从团部过来 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我们在监控里看到的 吹发踩杀的人 已经被战士们劝阻 离开了现场 通过取证录像 我们才知道 划杀的人动用了小型抽刷机 而这样很容易 对季河的走向造成影响 因此可以想象 边防巡逻官兵 及时处置这样的突发事件 多么必要 处置完一起非法踩杀事件 我们发现 官兵们并没有撤离现场的意思 除了连长 其他战士则都隐蔽在了密林之中 我们现在在执行巡逻任务 正在实施布控 那我是要做什么准备呢 如果说你们要参与 那就是要把这个迷彩服穿上 我穿这个不行吗 不行 容易帮着目标 连长宋明雪的要求 让我们刚来就感受到了 执勤的紧张气氛 这条水面并不宽的河 就是中缅界河南卡江 可以清楚地看到 对面缅缅的房屋建筑 看起来跟我国的并没有什么差别 但就是这一片平静的背后 却时常出现违反边境法规的情况 这边有个龙海渡口 非法突兑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地方 针对突兑的人 是抓捕支持 就是主要是这个地方 比较去的 所以有些特兑的人 对对对 好多方面的边民 就从这个地方非法突兑 龙海渡口就在这片密林项目 现在正是苦水期 在这里 划船只需要三分钟时间 就能航路过来 中国和缅甸的一些边民 为了逃避正常的通关手续 帮忙选择从这里 坐船偷渡 我看前面那是什么呀 那个 记者到戒合不过二十分钟时间 中缅戒合南卡江上 就出现了异常情况 一只橡皮艇 正在从缅方一侧 悄悄滑了过来 我们现在有力带你 带你这个琵琶艇 游入我们境内之后 等它快上岸的时候 再进行抓捕 为什么呢 为什么现在不能行抓捕 因为现在 如果我们行抓捕的话 就会把他们吓跑回去了 我们就没法 做到取证盘查 为了等到最佳抓捕时机 埋伏在树林里的战士们 一动不动 而那只橡皮艇 也渐渐地靠近了岸边 尖锐的喇叭声 打破了戒合的宁静 官兵们突然出现 让这只橡皮艇上的人 惊慌失措 这橡皮艇上一共有六个人 这是战士们巡逻时 发现偷渡人数比较多的一次 在边境地区 由于边民往来密切 从外貌着装 几乎分辨不出是哪国人 而当连长询问这个人时 他不太流利的普通话 已经说明了 他是一位缅甸编民 这位缅甸编民 就是批法庭的主人 他每次从缅甸一侧 搭载一个人过来 能赚到大约三十块钱 这是中国和缅甸的结合 南卡枪 你在这个地方 运用琵琶顶 把人员送过来和送过去 都是非法的 都是促使编民的非法输入境 除了这个船主 其他人都是中国编民 他们随身携带的 都是些衣服 毛巾 这当中并没有违禁无凭 按照中缅编防法规 编防官兵将对缅甸船主 和中国编民分别处置 中国编民将会被劝返回家 而船主却不能轻易放走 老乡 这是偷渡行为 你负有主要的责任 橡皮顶是你的 所以你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我们将把你带到派出所 进行处理 杨云彪 杨云彪 到 将其带到派出所 是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这起偷渡事件 被三连巡逻官兵及时处置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起偷渡一样 它是利用非常简单的工具 就是一条橡皮艇 就能把人从对面的缅甸 偷渡到中国 这条介河 缅有37公里多 那么长 而且有很多我们根本看不到的 隐蔽的非法通道 所以可想而知 战士们在巡逻的时候 对这边的国境线的管控 困难有多大 对违反边境法规 进行偷渡的人来说 介河南卡江 随处都是通道 而为了应对这种难以管控的情况 边防三连官兵的直级巡逻 必须依靠有效的科技手段 在介河边安装的监控摄像头 可以直接把图像 团到连队前哨牌 而前哨牌又可以把图像 团到团里 这个的话比较坚固 这个就是探头吧 你看这就是这个光转的转台 它就是在这边通过这个摄像头 可以这个监测到前面的 这一片区域 我去看一下那个 看起来好像 好像个机器人是吧 好像个机器人一样 对对 它为什么是圆形的呀 圆形的话 它就更加方便这个转动 它可以这个水平360度的转动 前哨牌哨楼上的这两套高倍监控器 像熊鹰的双眼一样 紧盯着国境线 让边防官兵们如虎天意 24小时都能随时掌握边境一线的情况 同时通过和团部的两级联动 让边境违法行动没有藏身之地 在边境线上 三连的前哨牌 就是一个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突击队 官兵们的紧张执行 不只是在白天 夜晚边境线上的平静之中 更有可能暗藏危险 除了戒合南卡江 边防三连还管辖着几十公里的陆路国境线 一条条连接中国缅甸的小路 让官兵的执勤不能有丝毫松懈 而这一天晚上官兵们的任务更为艰切 现在是下午时间六点 我们以为这个时间应该是 辛苦了一天的战士们可以休息的时候了 但是没有想到晚方过后 他们又辛苦了 我们出去出勤了 而且所有人的衣服上和血上都是泥土 来不及唤醒 就又要执行下一次任务 今天晚上我们将对防区的拉夫通道 实施贩毒人员的抓捕行动 因为近期听说那边贩毒人员比较多 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段 说他们会在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到这里 大概是在天黑的时候 也就是八点半到十二点这段时间 出募的可能性最大 拉夫通道是国境线上一条飞访通道 而贩毒嫌疑人大多是亡命之徒 因此三连连长宋明学 特意挑选了经验丰富的老师官参战 在距离潜伏区域还有几百米的地方 官兵们悄悄上车 很快便消失在了密林之中 连长这条路是什么路啊 这条路的话是一条非法的便道 这边这条宽的马路 才是通往莫名可爱的一条正式通道 这边这条小的便道 很多贩毒人员就会从那边一股结合 偷偷地从这条便道进入我们国家境内贩卖毒品 今晚上我们就会选择在这条便道的两侧 进入潜伏 这一带的国境县都位于深山之中 天黑之后视线更加有限 黑暗之中一种莫名的紧张感 吸上记者心头 离前方的战士还有多远 我现在看不到他们 前面的话大约在正前方 大概三十年处 我们那边安排了两个潜伏小子 左边有一组 在我们这个越后方呢 还有一个小组是这个预备组 预备组呢 随时可以支援我们前方各小组的行动 前方主要是抓捕 天色越来越暗 虽然已经预先制定了抓捕方案 但谨慎的连长依然要反复和前方的战士进行对认 各小组注意收到请回答 收到请回答 你们是否已按指定位置潜伏完毕 请建筑已就位 请建筑已就位 预备手已就位 预备手已就位 各组加强观察警戒 予有情况指示报告 树林里天黑得很快 我们只能隐约看到一些战士 在丛林里一动不动的身影 潜伏行动对战士们考验最大的 就在于要长时间的一动不动 一个小时过去 跟着官兵潜伏的记者有些吃不消了 而因为和前方潜伏组相距30米的距离 记者还可以小声地说说话 其实今天下过雨 所以地上全都是湿的 而且我现在趴在这里 感觉到泥土当中的湿气和潮气 都在往上涌 身体旁边有很多小虫子 在不停地爬 但是其他的战士们 他们不能像我一样 可以随便动一动 缓解一下身体的酸痛 他们也不能随便说话 黑暗中只有对讲机亮着微光 我们此时无法询问战士们 有什么感受 但从记者的体会中 不难想象他们的辛苦 终于在潜伏了两个小时之后 晚上九点钟 一阵摩托车的声响 打破了夜空的安静 各种家庭警戒 各种家庭警戒 一边马上出现 听命行动 听命行动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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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情况 很少有人会在深夜里出没 而摩托车上有两名男子 也与边境信息员提供的 贩毒嫌疑人的特征一样 这只是一盒普通的香烟 但这名嫌疑男子 为什么要装在衣服的内侧 这让连长产生了怀疑 我们带过来 带过来 这什么东西 不知道 不知道你在哪里搞的 老师说 果然 这并不是一包普通的香烟 紧接着 官兵们进行了 更为仔细的走场 对 最后一半 看起来 好 这是 那边 哪里 放开 第一 刚才 二 滅 intact 马 隐藏在摩托车牌照后面的东西有重大坚异 二党官兵们拆开层层包装时 一包白色粉末赫然出现在眼前 一包白色粉末赫托车牌照 这什么东西 不知道 那怎么出来你车里面 说什么 怎么的怎么的 初步判定的海铺 大概有50个 然后这个刚才捡了几只烟的话 虽然两名男子拒不承认贩毒 但他们深夜通过拉夫通道的情况 与边境信息员提供的情报一致 并且白色粉状物品也很有可能就是毒品 至此潜负了两个小时的官兵 终于可以收队了 现在还要把他们移交到公安机关吗 对 我们现在就带到拉夫大家去 一会儿通知派出手 他们会来进行移交 因为他们可以处置 好 这时连长宋明雪一礼的轻松 而借助手电筒的光亮 我们记者突然看到 他的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划了个口子 一直专注于抓捕行动的宋明雪 根本顾不上看自己的伤口 而正是这样的细节 让我们从心里记住了 默默守望在边防线上的 那一个个普通而平凡的军人 现在很多人都很疲惫了 眼上还都露出笑容 因为今天他们有成果 就是他们的这些付出 组终了边防线上更多毒品的出入 我觉得真的要感谢他们 今天战士们辛苦了 这就是普尔军分区某边防团的官兵 跟随他们见证了一天的边境行动 我们要送上对官兵们最深的敬礼 正是有了他们日复一日的巡逻和守备 边境地区才能少一份危险 多一份安逸 下一集 在被爱情遗忘的连队里 我们将共同见证最浪漫的事 明天请继续收看 左边关第十三集 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 跟穿着同样的巡转 我们也曾迷茫过为何要来参举 那时候 我们都还有孩子 想家的时候 总会哭 是 是 是 感谢观看